你别打电话了啊 我跟你说啊 你听我的 这种活大 我咱肯定拿下了 你知道不 就凭咱俩口子啊 干这活二十多年了 谁也竞争不过咱们 我跟你说啊 方才来两位投标的 两句话 这我弄走了 哎呀你别磨叽了 你就听我好笑 你就完事了呗 哎呀 这这些事也太难打了啊 还有五分钟 还敢他 哎 老板 可能领导来了啊 你听我好消息啊 你好 啊 那个你好 你好你好 那个你是 我是投标的 您是 你是投标的 对 那个 我是招标的 领导领导你好 您贵姓 那个贵就免了吧 我姓 我姓崔 崔总你好 来崔总你好 哈哈哈哈 那个 来来来坐坐坐坐 您请请坐吧 自我介绍一下 我姓肯 叫肯定中 哎呀你问你 你这个崔总 谢谢你呢 那个崔总 你看看 我们公司能不能接你这个项目呢 你这样吧 我首先你给你介绍 介绍我们公司的规模 这次我们公司是大手笔操作 九百六十平米啊 工厂非常大 你到我们公司来投标是不是 你得有能力 首先说我告诉你啊 资历 阅历 你有什么能耐 最终 你有什么成全 抢您一句话啊 你快点说 就您说这几样 我们公司全都具备 我们公司最近呢 这个谈几个项目 在国际上呢 都是非常有影响的 没看出来 你说说听 你看看这几个啊 金字塔刷油 这个白宫安地热 万里长城贴磁砖 这还没干 就都在计划等 计划还要别说的 我还计划那个 西国隧道同学九龙列 你很几千说话 是不是你干过什么成绩 干过的有 崔总你 你快点吧 样子都回去了 你别着忙崔总 你看看啊 你看 这个效果图 这是万科 前年我干的 怎么样 这张是万豪 这门俩阔去吧 您看看这张啊 这是万新 这楼子跟以前不一样呢 跟以前不一样呢 找我之后吗 你自己想要算是吧 不行 你还有什么成绩吗 没有就走了 崔总啊 你可别张 有啊 前十年嘛 前十年我在大连接一个项目 哎呀 那大楼一万多瓶 让我盖的老漂亮了 就归我那片得有三十瓶吧 三十瓶来得啥呢 WC嘛 你不知道的 就是WTO 有这个地方 不是你说那是世贸 我说的是厕所 真的意思吗 那不是住这个卫生间吗 但是我这可不是普通厕所啊 我直接把宽带网线直接介入 而且在洗澡再冲浪去 可以说达到七星基地WC 这是十年前的事 十年后呢 大连那块要搞一个城市规划 要拆迁 那就拆呗 把大楼拆了 哎 我这厕所他就拆不了 推土机也推不了 后来他说实行爆破吧 别的楼都震塌了 就我这个厕所 连个味都没裂 行你那不就完事了吗 你咋想的 爆破都爆破不了 往哪一样 这当时的媒体就轰动了 哎呀 各大报纸就上来 这建筑好 太结实了 那后来呢 后来他说 就把这影找着 到底谁建 这家就挖地三尺 左找右找 把我找着了 就问我 你这事你怎么解决 我说我管建 我不管扒呀 你扒不了 你不能怨我呀 他说那这事咋整 我说实在不行 我就给你出个招吧 我给你提个建议 你这家建个银行吧 那后来呢 建个银行 用我这厕所当保险柜 后来他就采纳了 那后来呢 后来 你能不能换个词 后来这不就遇见你了吗 崔总你看看 就我这些成绩 你这个项目 我能不能接 我认识你 你一手我想起来了 幸会幸会呀 这回我终于看见活的了 我这生命和我厕所一样坚强 我知道了 你就是推不倒 炸不了那个建筑大王 建筑大王行 把那八字给我去掉了 说话 你在头里 崔总你看我这活能不能给我呀 大兄弟啊 我告诉你吧 你别拿我当什么崔总 我跟你一样 我也是来投标的 我俩一样 你看你这你就扯不扯 你就耽误时间嘛你 你这这人真是差点 我看你 什么看 你别走 你别走 大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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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 我跟你商业事 别的活呀都给你 你就把卫生间的活 你给我 你给我饭 一碗饭吃 你行不行 我告诉你 啥活都给你都行 就这厕所不能给你 我用的厕所 十年后 我还得盖个银行呢 我还得盖个银行呢 我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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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你